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街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2024年7月14日星期日三年在物的賽事 今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挑一槍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至於今次我們買到場合 其實就會買回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是我們的一班賽 跑這個16米草地A蘭的賽事 今場馬都是香港馬主義協會錦標賽 這場馬匹不算是這麼多 只有10隻 對比這個賽日很多場都是比較少馬 今次這場馬10隻算少 雖然是小馬 但是其實今場馬實力馬都多 基本上這些都是一些很高班的馬 基本上每一隻都會跑這麼多的 他們都是跑那些什麼G賽事 G1G2G3 甚至是一班二班那些馬來的 所以這場馬都厲害的 基本上每一隻都可以這樣 貌切每一隻都可以的場合上面 我們會買到哪兩隻呢 其實這次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首先都想挑選 呂建威 搭著潘頓的馬 即是四號的蟬聖輝王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蟬聖輝王呢 我們先看看這隻蟬聖輝王的賽事 這隻蟬聖輝王 最近那兩場都贏不了 跑過第二、第四 最近其實他的名次都差 頭三都進不了 跑過第四 但是為什麼仍然都會選這隻蟬聖輝王 來買呢 我們看看這隻蟬聖輝王 上將班德麗是怎樣騎他 蟬聖輝王上將排著六檔跑 這裡就是他 粉紅衫、粉紅帽 紅色戰爪至於左 大家看看他已經跑 這隻蟬聖輝王 大家看到了 他出閘不久都被人頂 頂了在三碟、四碟的位置 其實這隻馬都偏虧 你記得到他蝕位 一直蝕來跑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 跑千八米你頭段這樣蝕 很明顯就不是那麼好 你就是蝕了先 然後慢慢 他也是說 埋回到二碟位置 也有些二、三碟 沿途不斷都敢走 不斷都敢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 他就篩出去 三、四碟這樣來 再看空 其實一早就已經看空得到 騎士也說 在三百多米開始騎 打邊發力 但是 最終 都是說 要被人趕過 很多馬 就說 後上衝上來 將這隻蝕聖輝王 趕過 蝕聖輝王 最終 只能夠 跑了個 第四名回來 你會記得 其實入到直路都沒有什麼阻滯 又沒有塞車又沒有其他 應該是說 發揮了他整個實力出來 但是 都輸了 都跑到第四 看起來就不太好 很多人應該都覺得 他上仗跑得不太好 但是 為什麼我們仍然都會選他呢 原因就是 我覺得 他上仗 頭段就先蝕了 蝕了 就不著數 第二件事就是 上仗他跑到千八 千八米 基本上 是不是這隻蝕聖輝王 最佳的路程 其實不是 很明顯 我認為 這隻蝕聖輝王 最佳的路程 實際上是千六 因為 你看看 這隻馬 今季 贏馬 贏沙田草地 千六米 二班賽事 另外這裏 四場 贏馬 全部都是沙田草地 千六米 四班 三班 所以這隻馬 根本上最佳路程 就是跑千六 而不是那些千八 千拔二千 這隻馬 還不長 你看看血統都知道 所以其實 上仗的第四 我認為不能夠做得準 接下來這場 他走回去 跑那些千六米 跑那些一班 千六米 沙田草地 這隻馬 就可以了 這隻馬 又有威脅 因為這隻馬 贏的 大家 再加上 接下來這場馬 對著那些對手 不厲害 是吧 你看看上將那些千八 上將 沙田草輝煌 不是最佳路程 不是最佳路程 這個千八 但都照贏你們 他贏哪些 贏哪些 贏常拼常勇 桃花雲 知速常落 和那隻保羅成全 是吧 現在同場四匹馬 他已經贏過了 所以二馬 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 全身輝煌 怎麼都要清高 跑千八都贏到你們 接下來 跑千六 怎麼跑呢 那些馬 照計 我覺得是不夠他跑的 另外 你看看 人家的第二 閃聖輝煌 在這場馬 這個第二 閃聖輝煌 又贏到那些 真友 中華盛景 是吧 同場再出的兩匹馬 又不夠他跑了 所以加起來 這隻 閃聖輝煌 已經贏過 同場再出的六匹馬了 所以二馬 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 絕對要稱善 接下來那十匹馬 不算他自己 只有九匹 你贏過六匹 是吧 那 所以 要計 這隻馬是要稱善的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我覺得這隻閃聖輝煌 是挺適合的 基本上 你說放回希偉森 上去跑 放其他騎士 跑回沙田 千六米草地 我覺得已經值賣了 更何況今次放潘頓 特意放到潘頓上去 擺到明 這隻馬就想保重 是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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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放個冠軍上去 呃 為了頭馬 是吧 擺到明就是為了頭馬 呃 放到最頂級 最冠軍的騎士 那我覺得這些馬 呃 要留意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選上 這時候的閃聖輝煌 來買回來 呃 中逆禮 搭著高東來的這隻六號 中華盛景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到這隻中華盛景 是不是 這隻中華盛景 其實最近又是了 菜式差的 是吧 最近六月二號跑沙田草里千六 G三 他跑過第六回來的 輸毀了的 當時還要輸給標之銀河 啊 閃聖輝煌 啊 美麗同享 啊 神虎龍驅 啊 甚至說真友這些馬 是吧 真友未來這場都再出的 啊 那上將都贏過他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選這隻 中華盛景 而沒有選那隻真友呢 我們先來看看中華盛景 上將中逆禮是怎樣 看看他怎樣發揮 其實這隻中華盛景 上將都叫做排靚當的 是吧 排著五檔來跑 其實都叫漂亮啦 是吧 那 小馬場合你排五檔 最近都沒什麼問題的 是吧 但是大家真的看完實際 中華盛景搞什麼 排五檔 出閘的呢 就是這裏的這隻 中間 我們先看看 中間 紅衣紅帽的這匹馬 這裏這隻 這裏這隻才是他 紅衣紅帽 那紅色戰爪知道了 大家看完實際這隻馬 當時怎麼跑 這隻馬 雖然是牌照五檔 靚當 但是 頭段其實都蝕的 是吧 被人頂了三四碟裝的位置 都蝕得蠻交關的 之後慢慢流 才流到尾尾 這樣 流到這麼厚 這麼被動 你看得到 都不太好 所以 其實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馬 出現了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你們看實際 他不是使用內蘭的六百多米 使用內蘭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什麼事 是吧 你這麼被動 使用內蘭 肯定是被人擋的 你就不能夠 看空 他正正就是這樣 不能夠看空 你看這隻馬 一直在內蘭 塞車 哇塞塞塞 哇 那隻馬 前面那隻真友 滑進去 是吧 即是 吞進去 擋鬼住 那條跑線 搞到他又要移出去 移出去的時候 前面這馬又擋鬼住 之後就一直都看不到 最終就只能夠 沒什麼跑過的情況之下 那 屈居過 第六名這樣回來了 最終你在前面都是擋住了他 所以這隻中華盛景 根本上 上將那些第六 我覺得他沒有跑過 你沒有跑過的情況下 你就輸給真友 是吧 你很難不輸的 你都沒有跑過 所以這些賽職 不能夠做得準 你擋鬼了他 你擋完 你看看五月十一號 五月十一號 他跑的沙田草 那些16.28 當時他跑到四 這第四 就怎樣 純粹只是輸給蟬勝輝王 阿基拉 少哥兒 但是贏了 就贏到那些 喜連勇敢 桃花魂 九五尺兔一先生 魅力之遇這些 這些整個實力馬 都不夠中華盛景跑 所以根本上 我覺得中華盛景這隻馬 就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是吧 跑二班 他什麼叫頂磅 一三五 大佬 頂磅你猜二跑 蟬勝輝王 蟬勝輝王 當時還在背著119 是吧 輕磅來跑 但是你看 接下來這一場 其實就是蟬勝輝王 和中華盛景平磅 平磅再減多三磅 中日禮的三磅 即127-3 124 你說這些磅位 著不著數 著數到嘔 是吧 著數到嘔 真的 因為你如果有望到3月31號 他跑的這場沙田草 你千六米二班賽事 他的這個第二呢 這隻中華盛景 是當時 什麼叫頂磅一三五 贏到陸續無限 保羅成全 健康快驅 巴閉哥同志力更生 是吧 能夠贏到這些馬 這麼有實力的馬 陸續無限 最近就贏馬 今季四圈的 是吧 很強的 是吧 也不夠中華盛景跑 人家頂磅 啊 甚至說 你看看他贏馬的時候 贏馬的時候 這隻馬 今季他不是贏過兩次嗎 其中一次 衛跑千六 沙田草地一班 他這第一 喂 人家贏真友 是吧 真友 什麼做的輕磅118 都不夠中華盛景跑 來近這場中華盛景 比他更輕 因為人家中華盛景124 是吧 真友126 真友都重過兩磅 來近這場 之前 你真友輕磅 個人都不夠人跑 接下來怎麼跑 所以如果你要計馬匹的實力 基本上我覺得中華盛景 怎樣都稱先 是吧 另外 當時 同時地 他這場頭馬 贏了那些什麼月盡歡欣 新力高升 甚至說 桃花雲這些馬 桃花雲又是不夠他跑的 來近10號馬匹 是吧 那些線路之星 都不差的 電信巴打又不夠他跑 電信巴打來近5號 是吧 近帝王這些又不差的 全部都不夠他跑 根本上就 所以 我覺得這隻這樣的中華盛景 其實他這個分 減到差不多 減到97 去分贏馬的時候的水平 根本上值得你去買 是吧 因為這隻馬根本會贏 一班 是吧 他不是不會贏的 純粹最近 是有些吵架 又塞車又行 是吧 是吧 你看看這次賽前操練 這隻馬根本上 這次賽前操練 還要積極 這隻特意想重發操 是吧 想重發來的操 你以為小爺 上將6月2號 終日禮跑完 他馬上 隔了不久 隔了幾天 即刻想重發 6月6號想重發 是吧 更加詳細 7月4號試火雜 千二米雜 中華盛景派也是容易的 又是OK的 是吧 贏到什麼氣勢馬林 那些 看見到這隻中華盛景 也有狀態 不是為一些沒有狀態的馬 他也很少試雜的 最近7月4號試 你看回對Sir 什麼時候試 一直都沒有試 對上一次試 在2月8號 隔了5個月才試火雜 所以這次賽前操練 是積極到嘔 積極 排漂亮檔 四檔好跑 應該能夠用回 贏馬時候的跑法 當時贏馬 放在四五位跑 四五位這樣贏 這次我覺得他絕對可以這樣做 用回贏馬跑火 所以今場馬我們第二隻會選到馬匹 播一播放你就是六號的中華盛景 好了 說完今場馬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彩池 其實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回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我都不妨試試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都祝大家贏多點了 這條片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